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简单以及很基础的一个小知识 就是体积重 可能大多数卖家他如果发过后都会知道这个体积重 但是可能有一些卖家还没发过后 或者是刚入门这一行还没有了解太多的话 可能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体积重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什么是体积重呢 它其实是一种计算轻抛货物的重量的一个计算方法 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货物的话 如果它体积很大但是它的重量很轻 那它占据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那在国际快递中 就是它的仓位呢是仓位是比较值钱的 如果它只按这个实际重来算的话 那可能就不太合理 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体积重的一个算法 那它的公式也很简单 顾名思义体积重 那它就是要跟体积算在一起的 它的计算公式是长昏高 如果是长昏高 如果是这个厘米单位的话就要除以六千 然后算出来的结果呢 它就是公斤 就是这个千克 如果是长昏高 它的单位呢是英寸的话 那就要除以139 然后得出来这个重量单位呢 就是半 至于为什么是除以六千 或者是除以139呢 这个我们有深入去研究 一般都是这个数 六千这里 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有的 有的那个快递公司 它是会 对这个有调整的 有的可能是除以六千 有的是除以七千 那一般都是除以六千 比较多的 然后就是 说一下 如果算出来的体积重 如果它是大于实际重量的话 那它就是属于轻炮货 或者一般也简称炮货 那它算成 算那个运费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体积重来算 如果它的体积重是小于这个实际重量的话 那它就是重货 那计算运货的时候呢 就是按照它的实际重量来算 这里其实它就是要计算一个体积重 以及它的看它的实际重量 哪一个数据比较大 它就取哪一个 一般走国际快递或者是空派的话 它都要这样子一个计算 那这个体积重的应用的地方 一般都是在这种空运啊 国际快递啊 然后在亚马逊配送当中呢 它的那个配送费啊 它也是要算这个体积重的 在后台你们可以搜索 可以可以知道 里面它会有一些举例 例如它有一个电视机 它的那个尺寸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就有可能是按照这个体积重来算的 然后注意的话 亚马逊里面它的配送费 如果是按体积重的话 它的那个最小的尺寸 也是 也是有一个规定的 至少的 我记得好像是两英寸吧 至少那个尺寸是两英寸的 因为有的 有的东西它可能比较薄 但是 亚马逊在计算这个配送费的时候呢 它那个最小边 它也是 是要按一定的那个数据的 具体的我有忘记了 好像是两英寸起的 因为这个原因呢 因为亚马逊 它配送的时候 那个配送费是要选 是要考量这个体积重的 所以我们选品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那些体积大 重量轻的品类呢 你在选品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体积重的问题 要注意这个体积重 它有可能 带来的物流成本呢 就是比较高的 这点我们要注意 这点我们要注意 像举例子吧 像一些收纳和 或者是一些 反正是用收纳 做收纳用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比较 比较蓬松啊 或者重量 反正重量比较轻的一些 你们选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就要注意这个体积重的问题 你要算出来 算一个体积重出来 看看它跟那个 实际重量的对比 看看相差多少 如果相差大的话 你们就要考虑这个 物流成本的问题 这里呢 就做一个提醒 那今天内容也不讲多了 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吧 希望可以给你们提个醒 你们要注意一下 今天就在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